熊孩子趁女孩不注意 当众扒下她的裤子 在同学们的嘲笑声中 女孩哭着回家告诉家长 父母气冲冲找上门理论 要恬一道歉 和母亲不仅不教训 把儿当着所有人面包屁他 所谓罐子如沙子 舒雅身为大学老师 对儿子过分溺爱 导致田一小小年纪 就学会了偷鸡摸梗 为了教育好儿子 不仅抬手就是一顿揍 母亲的过分宠溺 让一旁的田一更加有恃无恐 父亲无奈 只能掩面痛哭 到底是他这个做父亲的无能为力